強烈颱風蘇拉目前的位置在爾安比的南南東方大約210公里的海面上 後來將以每小時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它的暴風圈正逐漸接近巴士海峽近海 而且我們還是要提醒在海上的作業船隻 尤其在東南部海面巴士海峽、台灣海峽南部 跟東沙島海面的作業船隻一定要嚴加戒備 所以它逐漸向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我們預估最快可能是今天中午前後 它的暴風圈會正逐漸籠罩我們的屏東跟恆川半島的陸地 所以這個地方的風雨可能會逐漸持續而且再增強 請大家特別小心 而受到它颱風外環流的影響 從昨天晚上到現在在整個東半部地區相對降雨是比較明顯的 尤其在恆川半島這一帶累積的雨量來到40毫米左右 而在於西半部地區其實降雨比較零星 比較偏北的地方因為地形的影響 所以大臺北地區偶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情況 今天在東半部地區跟西半部地區 這樣的情況是非常明顯的差異 東半部地區降雨明顯 尤其花、東、橫川半島目前有發佈大雨特報 而在於西半部地區 雲量比較偏多偶爾可以看到陽光 特別還是要提醒其實今天在桃園、影南到高雄地區 甚至還是有36度以上高溫出現的機會 請大家特別注意這樣的差異 至於今天我們還是可以從雷達會撲土看到 雷達會撲土看到颱風的眼非常的清晰 因為它距離我們非常的近 只有兩百多公里而已 而它帶來的外圍環流的影響 主要針對的是比較偏南邊的東半部地區 尤其台東跟屏東地方帶來比較明顯的降雨 從這邊可以看到綠色黃色尤其到紅色的區塊 越來越紅代表降雨越來越強的地方 因此今天東半部地區 可能都還是有比較明顯的降雨情況 尤其越往南台灣的台東、屏東特別要注意 而這樣的降雨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區是比較零星的 然後這樣的對流移動過去 其實降雨就馬上停下來 因此剛剛我們也提到在桃園、影南到高雄 還是要注意比較高溫的情形 而至於未來的電量降雨預估 也可以看到今天在白天的時候 主要降雨還是在東半部地區 尤其在台東、屏東、花蓮要特別注意 另外到今天晚上的時候 降雨的量子在南台灣的地方 屏東、台東交界的地方 雨量的量子也會比較明顯偏多 還是要特別小心 西半部降雨其實是比較零星一點的 而至於今天早上的風力觀測也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在黃色、橙色、紅色代表平均風 可能大於六級或陣風大於九級的地方 整個台灣地區以顏色比較明顯偏黃偏塵的地方 在恆春半島 現在目前在恆春半島今天早上六點以前 有觀測到平均風將近七級、陣風九級的情況 其他地區包含像北台灣有一些強陣風 但是風力並不強 今天預估整個在恆春半島、蘭嶼、綠島跟東南部沿海空曠地區 可能會有陣風九到十級 另外新竹以北沿海空曠地區跟澎湖、金門、馬祖這些離島 可能也會有陣風八到九級出現 請大家特別留心 至於浪的部分在今天早上六點的觀測 黃色的部分代表目前浪高有超過三米以上的地方 那這邊浪高達到1.5米以上的地方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在台東東南沿海的地方 目前都已經出現三米左右的浪高 台東、蘭嶼這些地方要請這些船隻一定要嚴加戒備 而據未來的預估情況在今天白天 從今天白天到今天的晚上 可以看到颱風中心從台灣的東南沿海 逐漸向西北移動到我們的新南沿海這個地方 浪部分今天預估可能會逐漸的增強 各沿海跟澎湖金門、馬祖今天預估都會有長浪出現 尤其風浪逐漸在增大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要提醒比較偏南部的地方 尤其在蘭嶼、綠島、東南部地區、恆春半島 甚至南部沿海 今天預估這些地方因為比較接近颱風中心 所以說它可能會出現六米左右的浪高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沒有事盡量避免到海邊活動 最後整理一下 今天在花東地區、南部山區 特別要注意可能會有局部大雨、滑雨出現的降雨 另外在風力的部分 接近颱風中心的恆春半島、蘭嶼、綠島 還有南部、海東這些地方 特別警戒強風的部分 至於浪的部分 浪今天是逐漸的在增大的過程當中 東南部、恆春半島、南部沿海 將會有六米左右的浪高 一定要特別小心 最後提醒 在年度大潮的部分 沿海地外地區要盛防海水倒灌 局部淹水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上午最新的氣象資訊